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静置运算的基础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静置的概述 第二个部分是 二静置运算的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静置的概述 那么对于静置的概述 主要是有两点的内容 第一点是我们需要了解 静置的定义 虽然说平时我们生活中 对静置都有所了解 但是为了更加系统 以及更加严谨的来学习 相关的知识 我们还是给这个静置 下一个严格的定义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静置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知识点 静置的定义 那么静置呢 它其实是一种技术方式 也称之为静位技术法 或者说位置技术法 静置呢 它其实是一种 使用有限的数字符号 来表达无限数值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平时 我们虽然说是使用实静置 但是使用实静置 理论上是可以表达 无限的数字的 在这里面 使用的数字符号的数目 就称之为 这种静置的基数 或者说是底数 还是以我们常见的实静置为例子 在实静置里面 我们使用了0到9 来表达所有的数字 那么在这里面 一共就有10个数字的符号 所以说我们称之为实静置 了解了静置 我们这里面对静置 也下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 我们步伐来想一想 平时我们所接触的内容当中 有哪些常见的静置呢 除了实静置以外 其实还有8静置 16静置 20静置 60静置 以及我们平时所接触的2静置 接下来我们就对这里面各个静置 进行一个简单的学习 首先是这个20静置 那么20静置呢 主要是出现在这个 玛雅文明的玛雅数字 以及这个伊努伊特的 伊努伊特数字 这里面这个20静置 同学们还可以通过 一些输出引擎 来了解情况的内容 除了20静置 还有60静置 那么60静置呢 主要是在一些时间 坐标或者是角度 等一些量化数据里面的 比如说一个小时 等于60分钟 一分钟等于60秒钟 那么这里面使用的 其实是60静置 当然了在这里面 我们并没有使用 60个不同的字符来表达相关的内容 但是在静位上 确实是使用60作为一个静置 去表达的 除此以外 还有这个16静置 那么16静置呢 也是非常常见那种静置 当然了 主要是出现在我们计算机的行业里面 比如说计算机网卡 所使用的Mac地址 使用的就是16静置 那么在这里面 严格的16静置是使用0到9 以及ABCDEF 6个字母所表达的 在这里面使用了10个数字 以及6个字符 来表达16静置 当然了 在这里面除了16静置 还有8静置 那么8静置呢 也是计算机非常常见的一种静置的方式 在这里面 大家也不妨想一想 为什么计算机 它喜欢16静置 或者说它喜欢8静置呢 这个问题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其实是因为计算机 它喜欢二静置 因为它有开和关 高低电频这两种形式 所以说计算机来表达二静置 是最适合不过的 但是呢 使用二静置来表达就太长了 当我们需要表达一个比较长的数据的时候 使用二静置来表达 就显得整一个字符串非常的长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使用八静置 或者说使用16静置 对这个二静置的数据 进行进一步的编码 来缩短整一个字符上的长度 从而使得整一个数据的可图性更高 那么在这里面 使用大静置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使用八静置位 或者说16静置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8和16 它满足2的N次方的要求 比如说8呢 它等于2的三次方 而这个16等于2的四次方 所以说它能满足2的N次方的要求 所以计算机才经常的使用八静置 或者十六静置来表达相关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个例子 一个八静置 或者说十六静置的表达的一个例子 首先1024 如果它使用这个二静置来表达的话 它这么长 0B 前面的0B表示使用的是二静置 接着是一个1和9个0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使用二静置来表达的1024 接着我们再来看使用八静置来表达的 使用八静置来表达呢 就简单很多了 0O2000 那么这一个就是使用八静置来表达的1024 我们再来看十六静置表达的 这个呢 就是十六静置所表达的 0X400 可以看到从字符串的长度上面 十六静置它是最短的 它只使用了12345 五个字符就可以表达1024了 使用八静置的话 需要六个字符 而使用二静置的话 它需要十二个字符 所以从这个例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 平时我们使用八静置 或者说使用十六静置 是有原因的 那么原因呢 就在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内容当中 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了解了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静置的概述 我们就再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二静置预算的基础 对于二静置预算的基础 其实二静置呢 它主要是给就算机所理解的 人类阅读起来 可读性并不强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需要掌握二静置 转换成十静置的方法 以及十静置转换成二静置的方法 掌握了这些方法之后呢 就更加有利我们后面的学习 二静置预算的基础 对于一个正整数N 它的奇数为R的话 那么N是可以这样子表示的 N等于DN-1 DN-2 一直到D1 D0 它的值是等于 这个D的N-1 乘以R的N-1次方 加上D的N-2 乘以R的N-2次方 一直到D0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使用的实精置 实精置 因例二次的话 那么它其实是使用这个 1024 这四个字符来表示 这整一个数字的 N的值呢 它使用的是下面的这个公式 来计算的 比如说N等于1 乘以10的三次方 加上2乘以10的一次方 它才成4 那么这里的运送加起来呢 就等于1024 同样的 对于二进制 N呢 等于1 接上后面的10个0 等于1乘以2的十次方 好的 有了这里的基础之后 我们就可以学习后面的内容了 我们首先来学习 二进制转换成实际制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 安全展开法 举个例子 这一个还是刚才前面所表达的N进制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么对于安全展开法来转换的话 二进制转换成实际制 是这样子表达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 0110 0101 在这里面 如果是要换算成实际制的话 那么它其实等于 1乘以2的六次方 加上1乘以2的五次方 加上1乘以2的二次方 再加上1 当然在这里面主要是运送的1的位 对0的位是没有运送出来的 因为0乘以运送速度是0 那么这个就是使用安全展开法 把二进制转换成实际制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N等于11101101的时候 它就等于1乘以2的七次方 加上1乘以2的六次方 再加上1乘以2的五次方 2的三次方 2的平方 加1 那么等于237 可能有些同学对这里面的次方 有些疑问 比如说这里面的2的六次方 这个6怎么来的呢 或者说这个2的五次方 这个5怎么来的呢 以及下面的2的七次方 它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是按全展开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6 其实是等于0123456 对这个1 它表达的权重是2的六次方 所以说是这里面需要把1 乘以这个2的六次方 再比如说这个5 这个5其实是这个1所成的 还有这个2 这个2呢 其实是这个1所成的 最后的这个1 其实是1乘以2的零次方 等于1乘以1 在这里面就没有写出来了 下面的也一样 好的 了解了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的方法 按全展开法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的方法 重复相处法 当然了 在这里面主要是针对整数的一个方法 重复相处法 重复相处法 怎么理解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来学习 那么这个呢 就是将十进制的101 转换成二进制的一个过程 它使用的是重复相处法 我们来看一下整一个过程 首先使用这个101 除以2 那么得3 50 并且余1 这个时候把1给记录下来 接着我们再使用这个50 除以2 这个时候得到25 然后余数是0 接着我们再使用这个25 来除以2 得到12 余数是1 我们再把这个12 除以2 等于6 余数0 6除以2 等于3 余数0 3除以2 等于1 余数是1 1除以2 得上0 余数1 等到这个3 等于0的时候 就不用再除了 这个时候 我们从下到上 把余数串起来 1100101 那么这样子呢 就得到二进制 转换成十进制的方法了 这一个呢 就是转化所得到的二进制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1100101 1100101 它的值是等于这里面 十进制的101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重复相处法 是可以正确的得到相关的二进制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使用着十进制的整数 237 来求它的二进制表达的一个过程 首先 237除以2 得到3 118 余1 接着 同样的进行相关的操作 直到这个3 等于0的时候 才停止相关的操作 然后我们把余数 从下到上给创起来 11101101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237 它的二进制表达是 11101101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来验证这里面的正确性 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所学习的 安全展开法 来验证这里面的转换过程 是否有错误 好的 在这里面了解了 整数的二进制 转换成十进制的方法 安全展开法 以及整数的十进制 转换成二进制的方法 重复相处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 小数的转换方法 首先 来了解 小数的二进制 转换成十进制 那么它其实呢 还是使用这个 安全展开法 只不过这个 安全展开的全 是从二的负一次方开始的 比如说 这个二进制的 0.11001 那么它就等于 1乘以二的负一次方 加上 1乘以二的负二次方 再加上 1乘以二的负五次方 这里面的负一 负二 负五 都是从这个 小数点 从左 往右的 每一个数位 那么它等于 这个 0.78125 我们也可以转换为 分数形式 32分之25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 0.01011 那么它就等于 1乘以二的负二次方 加上 1乘以二的负四次方 再加上 这个 1乘以二的负五次方 它就等于 32分之11 和前面的整数 做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 不管是整数 还是小数 都是使用这个 安全展开法 来将二进制 转换成十进制的 只不过是 整数和小数的 安全的不同 对于整数而言呢 这个基数的次密 都是正数的 而对于小数而言呢 这个基数的次密 都是负数的形式 在这里面 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好的 在这里面了解了 小数的二进制 转换成十进制的方法 我们接下来 就来学习 小数的十进制 转换成二进制的方法 重复相成法 重复相成法 怎么理解呢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 来了解 什么是重复相成法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将这个 三十二分之二十五的 小数 转换成二进制的 一个表达方法的过程 这个三十二分之二十五呢 就是前面所举的例子了 0.78125 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看 整一个过程 重复相成法 顾名思义 就是将这个数据 重复的相成 我们来看 首先 将这个三十二分之二十五 乘以二 那么这个时候得到 三十二分之五十 把它化为真分数 就得到一 再上十六分之九 这个时候 把盈一的一给取出来 得到真分数 十六分之九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 十六分之九 乘以二 得到十六分之十八 这个时候 把盈一的一给取出来 就得到了八分之一 同样的乘以二 得到四分之一 这个时候呢 它还是真分数 所以说这里面取零 接着还是把这个 四分之一乘以二 得到二分之一 还是取零 最后得到二分之一 乘以二 得到一 那么这个时候 把盈一的一取出来之后呢 就得到零了 这个时候就停止 继续乘以二了 接着我们从上到下 把这个 一一零零一给串起来 就得到这个 二进制的表达方式了 也就是 零点一一零零一 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安全展开法 来重新验证 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正确的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三十二分之十一 使用这个重复 三成法 来得到它的二进制比达方式 同样的乘以二 得到十六分之十一 取零 接着再乘以二 得到八分之十一 取一 然后得到这个八分之三的 正分数 再乘以二 得到四分之三 取零 四分之三呢 再乘以二 得到二分之三 这个时候取一 于这个二分之一 取一 最后 得到二分之一 再乘以二的时候 得到一加零 这个时候就停止 重复 乘以二的运算 从上到下 把整一个数据给串起来 就得到了 零点零一零一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安全展开的方法 来验证 整个过程 是否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 整个运算过程呢 它等于 零点三四三七五 也就是等于 三十二分之十一 整个过程是OK的 好的 最后简单的来回顾 整个节课的主要内容 有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 静置的概述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有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是 我们对这个静置 还是做了一个 比较严格的定义 第二个知识点呢 就是我们了解了 常见的其他静置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 二经济运算的基础 在这里面我们学习了 安全展开法 重复现成法 以及重复现出法 那么这个安全展开法呢 是这个整数和小数的 二经济转换成 十经济的方法 而这个重复现出法呢 是整数的 十经济转换成 二经济的方法 还有这个重复现成法呢 是十经济小数 转换成 二经济小数的方法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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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